大家好,我是阿灿 很多人在家里做的猪肝又老又财 而且腥味还很重 买回来的猪肝总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吃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只需要几分钟就能轻松搞定 做出来鲜嫩不财而且还没有一点腥味 准备300克的猪肝和半个去年没有吃完的猪腥 先把猪肝和猪腥都改刀切成大块 然后再像我这样先给它切成一字花刀 下刀时不要切断大概在三分之二的深度就可以 接着再放一个角度改刀成十字花刀 还是给它切个三分之二的深度就可以 最后再切成约一厘米宽度的条 猪心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给它切成条 全部切好再放入大碗中 加入少许的食盐 再放入几滴高度白酒去腥 一勺面粉 面粉可以吸附掉猪肝和猪腥里面的血水 用手给它不停的抓拌至两到三分钟 一直给它抓拌至这样黏黏糊糊的 这样猪肝里面的血水也渗透出来了 然后再倒入清水给它清洗干净 这里一定要给它多清洗几遍 一直给它洗到水清澈为止 把猪肝里面的血水全部冲洗干净 这样我们做出来的猪肝才不会有腥味 一直给它清洗到颜色变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挤干水分 控干水分后再次倒入大碗中 准备一坨去皮的生姜先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姜丝 再准备两根小葱切成葱段 切好再放入猪肝里面 放少许的食盐调味 半勺鸡精 少许胡椒粉 一勺生抽 几滴老厨调色 一勺蚝油 最后再放入几滴高度白酒去腥 再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让猪肝都吸收调料的味道 不停的抓拌两分钟后 先放一旁腌制十分钟左右 接着再准备一坨生姜 和几颗大蒜子切成粒 切好先盛入盘中备用 半个洋葱 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也一起放入盘中备用 一小把金针菇 先切去根部不要 然后再用手给它撕开 再放入小碗中备用 喜欢吃辣椒的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切成圈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切好再放入盘中备用 几根小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也放入盘中备用 刷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后再把姜蒜粒洋葱一起倒进来 一起给它翻炒出香味 再放入一半的小米椒 翻炒出香辣味 接着再把金针菇也铺在姜蒜上面 最后再把腌制好的猪肝和猪腥全部倒进来 再用筷子给它均匀的铺放平整 这样在焗的时候就会成熟一致 接着再盖上盖子 开中火先焗两分钟 两分钟后再打开盖子 撒上剩余的小米椒 然后再继续扣上盖子 再焗一分钟就可以了 再往盖子上面淋上一圈高度白酒 这样焗出来的猪肝会更香更嫩更好吃 最后再撒上葱花点缀美味集成 一道鲜香美味的砂锅焗猪肝就做好了 鲜嫩不柴没有一点腥味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